双方叙事待发,剑拔弩张 如此过了几天 外蒙传阵之中 突然传出了一阵嘹亮的号叫声 响彻云霄 这号叫声正是进攻开始的信号 竹命安铁心,维护外海正道,就在今日 一声呐喊乍响 整个船队都沸腾起来 而后,数万艘战船疯狂驶到谷幽海城城下 舰船上火炮骑轰,攻打城墙 诸多武者如蚂蚁一般向着城头蜂涌爬去 攻城战开始了 叶辰目光一宁 这几天时间他一直都在等待 终于是等到战乱的开始 却见谷幽海城的守城卫兵不断地放箭放火 将爬向城头的外蒙武者击落 而外蒙舰队的炮火攻击在城墙上 却被一阵特殊的禁制拦住 那禁制自然是小九鼎镇的守护禁制 随着风烟战起 天上九鼎光芒爆发到极致 无穷的光辉降落下来 犹如刺服一般 保护着谷幽海城的城池 但攻城的人实在太多了 诸多外蒙武者 汉不畏死 硬是顶着九鼎的禁制 用人命鲜血填出一条路 隐生生地冲到城头上 谷幽海城的守兵 拼死抵挡 双方短兵相接 厮杀甚是惨烈 一群土鸡挖狗 凭你们也想攻破我谷幽海城 可笑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严厉的爆喝声响起 却见天空之中 一道锦袍青年身影出现 正是城主安铁心 安铁心降临在九鼎阵法的中央 九鼎围绕着他转动 仙霞迸发 非常的壮观 但叶辰仔细看去 却见安铁心的面容 带着一丝阴沉死气 仿佛人之将死一般 凶罩非常剧烈 在安铁心腰间 挂着一块玉符 正是维持小九鼎阵的玉符 蕴含着万须的法则威压 此刻那玉符绿光闪烁 光芒非常的不稳定 珠般法则能量 仿佛随时要爆炸一般 这股不稳定的气息 也使得安铁心本人的模样 看起来像是一头 随时要抱走的猛兽一般 异常的凝利 这个安铁心 强行维持九鼎阵法 反噬严重 甚至出现了死相 他撑不住多久了 剑无名剑状一声冷笑 夜晨目光微宁 也看出了安铁心的虚弱 这个九鼎阵法 法则能量来自万须 安铁心已经叛变 却还要开启阵法 自然反噬严重 天空龙魂 起 却见云霄之上 安铁心不顾自身的状况 强行照出天空之王的神魂 一团龙影光芒浮现而出 布下璀璨的金光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古游海城的守兵们 在天空龙魂的加持下 个个筋骨爆裂 力量飙升 甚至有些人还显化出了龙像 长出龙脚龙爪 非常的奇异 阵阵龙吼声响起 得到了天空龙魂的加持 古游海城的守兵们 便开始疯狂地反击 外蒙的武者 顿时被杀得血流成河 幸好外蒙人多 倒也不致落败 双方厮杀越来越惨烈 血腥味弥漫千里 周围的海水都被染红了 好机会 我们混进去 叶晨扫视全场 如今厮杀正是惨烈 安铁心又要坐镇战场 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们 正是潜入城中 前往古游明老 拯救小黄同类的大好时机 当下叶晨向燕羽先尊示意 燕羽先尊立即施展 燕雾神通 遮掩住了三人身形 飞入古游海城里 战乱中的双方 看到有一团烟雾 突兀地飞入城内 都感到奇怪 但大战当头 谁也无法脱身 自然无暇顾及 叶晨三人顺利潜入城内 降落在地 一道魔光 从叶晨的体内射出 却是小黄的身影 他嗅到同类的气息 迫不及待地疼越而出 主人 我的同类在这边 小黄望向一个方向 或有些激动和紧张道 嗯 我们过去看看 叶晨点了点头 小黄在前飞奔 叶晨三人便跟在他的后面 迅速往那关押之地奔去 一路上 叶晨等人也遇到了不少 古游海城的巡逻者 剑无名直接出手 将人全部杀光 手段伶俐 一路破沙 众人很快来到了 古游海城的核心之地 古游明牢 眼前是一处山崖峭壁 山体被挖空 修筑成牢房 有阵阵售后声 从牢房里传出 沁人心笔 而在古游明牢外 有几个牢者在镇守着 看到叶晨等人靠近 立即警惕 喝倒 站住 什么人 叶晨还未动手 剑无名拔出兽骨剑 剑光一转 如闪电般迅捷 将那几个老者的脑袋 全部砍了下来 你杀戏也太重了 不怕心罚自身吗 叶晨看着剑无名道 剑无名道 以杀正道 何惧亲罚 叶晨听到以杀正道四个字 目光微闪 心中若有所思 小黄叫道 主人 我的同类在里面 叶晨回过神来 嗡了一声 我们进去看看 当下叶晨与小黄 剑无名 燕与先尊等人 踏入古游明牢之中 却见这座牢房 无比的黑暗 弥漫着腥臭的气息 一头头古老的神兽 被关押在一间间牢房里面 这些神兽 有天脚鸟 恶魔猿 独角魁牛 九幽吼 太古黄鸟 不死凤凰等等 都是古老的义种 血脉不凡 而此刻这诸多神兽 都被关押在一间间 狭小的牢房里 它们躯体上各有伤痕 明显遭受 古游海城的严刑逼供 古游海城 饲养这些神兽 每隔一段时间便取血一次 将神兽的精血 贩卖到外界 赚取利润 维持安铁心的富贵生活 昔日羽黄古地 饲养神兽 是为了对抗魔祖无天 但是今日 安铁心饲养神兽 只是为了取血泛力罢了 这格局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被羽黄古地知道 自己昔日的布局 居然变成这样 只怕要气得吐血 小黄 你的铜类在哪里 叶尘环视着四周询问道 这座古游明牢 构造颇为特殊壮观 牢房是修筑在山体内 一层又一层 从地底梳起 一直到山顶 只怕能有数十层之多 所关押的神兽 数量着实不少 气息繁杂 叶尘一眼看去 也没找到小黄的铜类 主人 在那里 小黄目光望向一处山壁 带着激动与愤怒 叶尘沿着小黄的目光看去 却见那山壁 被挖凿出一间牢房 牢房里关押着一头 狮魔凶兽 那狮魔凶兽 外形与小黄很是相似 但眼瞳是鹤黄的眼神 与一般狮子的眼睛 没什么差别 不像小黄这般 有红蓝阴阳的异象 那狮魔凶兽 低垂着脑袋 气息颓废 身躯上有一道道的刀伤 心伤旧伤 一条条疤痕 叠加在一起 触目惊心 明显也被古游海城压榨取血 境况非常的凄惨 燕羽先尊看到那狮魔凶兽的惨象 也是不忍 剑巫明则默默地抱剑而立 神情冷峻 不见有丝毫的波动 主人 我们先去救他出来 小黄目自尽列 内心愤怒 鼓游海城的凶狠 现在只想救人 叶臣点点头便与施旧 胡亭山牢之内 呼呼作响 又阵阵妖风呱起 随后 一团团的妖物 从地底里冒出 妖风与妖物 互相交织 形成了一个阵法 彻底将叶臣等人笼罩住 这是什么 燕羽先尊大惊 连忙靠到叶臣的身边 剑巫明察觉到异变 也握剑在手 凝神戒备 却见一面黑色的番棋 从妖物之中浮现而出 那番棋刺绣着 猪般妖魔异象 狮山血海 非常的诡异 而番棋的棋竿 却是白骨铸造而成 煞气森森 红军七宝 吃骨妖番 叶臣看到这番棋的形状 顿时瞳孔一缩 捕捉到了可怕的天机 这番棋竟然是一箭质宝 三十三天太上神器之一 红军老祖亲手铸造的法宝 代表着妖气的吃骨妖番 一阵低沉的龙吼声 从旗帆上传出 随后 便见一条黑色的吃龙虚影 浮现了出来 狠狠盯着夜晨等人 身躯猛烈一动 带着无穷妖气 向着夜晨等人扑杀而去 古云有吃 吃是龙的一种 这吃骨妖番 正是用古老吃龙的骨骸 铸造而成的法宝 番杆是吃骨打造而成 番部则是用吃龙的龙巾 毛发 皮鳞等等 揉碎后编织而成 这吃骨妖番一响化出来 顿时领得夜晨等人窒息 压力非常大 十方允神剑 破 剑无名率先出手 古剑挥斩 斩向那迎面 扑杀而来的吃龙虚影 一线斩下 那吃龙被斩断 但是吃骨妖番光芒一动 无穷的妖气爆发出来 又将吃龙躯体修复 吃龙再次咆哮杀出 生机仿佛无尽一般 一口咬向吃无名的脑袋 吃无名冷哼一声 往后退去 吃龙身躯一摆 却突然向烟雨仙尊扑杀而去 烟雨仙尊 哎呦一声惊呼 在那吃骨腰番的气息压制下 竟然无法出手 小心 夜晨拔出龙渊天剑 如盾牌一般 挡在了烟雨仙尊的面前 狠狠一格 将那吃龙震退开去 小黄靠到夜晨身边 看着周围笼罩的妖气道 主人 我们似乎中计了 夜晨脸色一沉道 想不到那安铁心 居然在此设下埋伏 说话之间 夜晨照出黄泉图 形成一层黄泉河禁制 将剑无名 烟雨仙尊 小黄等人保护住 免受吃龙与妖气的侵伐 那吃龙咆哮连连 但一时之间 也无法冲破 黄泉图的防御 请不吝点赞订阅